女騎士搶黃燈通過路口 就被右側突然衝出的 一引車給撞上 連人帶車在地上拖行 原來當時 女騎士疑似被擋住視線 沒看到另一輛車及時而來 撞到瞬間仰起陣陣煙塵 發現創禍後 駕駛趕緊下車查看 並打電話報警 你說他闖紅燈 對 就叫我的電視器來看 現場滿地見損 車內物品散落一地 救護車到場 緊急將人包扎後 台上膽甲送衣 7號上午在華臨的瑞穗香 抬九線 這壯七十一歲的陳姓婦人 臉部身體多處擦錯傷 顧部的左後方出血情形 給予這些包扎 送往玉璃農民醫院進行 然後續出資 再把鏡頭轉到新北市林口 這則是何最闖禍 白色熊綠車越開越往右偏 下一秒撞上整排 停在路邊的機車 就像暴力熊般全部倒下 一連擦撞12輛機車 最後才停了下來 機車橫倒一片 蔡新駕駛因不生酒力念貨 幸好沒人受傷 泰南酒測職超標 當場依公共危險罪逮捕 並依法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警方當場叩車將人帶回偵辦 不僅面臨刑責 後續賠償費用也是一大筆 九州記者教忠誠 兩隊宣花蓮新北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貪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